跑步三年多 不算跑步界的大发 但也会甩开不少跑渣 成绩不说有多好 但是至少是一个全全脆脆的快乐的跑者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坚持 为什么要坚持 为什么能坚持 天子一样的问题 其实真的不一样 不光是我 其实每一个正在坚持的跑者都很不一样 跑者本是凡人 可是又不同于凡人 因为的确确我们不一样 第一不一样 超于常人的任性所谓任性 我简单的理解为坚持 大多数跑者都具备与众不同的超凡能力 这种能力有的人是与生俱来 有的人则是后天脸就 无论怎么来 最终复成的是可以勇敢的站在42.195公里的起跑线上 可以任由天气的狂越 亦或是太阳暴晒 亦或是大雨倾盆 可以咬紧牙关创过终点 这样的坚持不仅仅带来赛道上乐于体验的快感 也不仅仅表现在狗爬兔子船的艰辛过程 更不再跑过终点声无别列 下次不再报名参赛的山盲海市 而在于 跑过马拉松的人 凭借着古常人男友的任性 可以做好自己想做的一切 这一点 我们不一样 第二不一样 长于常人的不讲戏哟 我想问问跑马的人 你们是不是跑完一个比赛 总是在和自己或者家人 朋友说 这马拉松太折磨人了 这是我最后一个比赛 以后再也不参加了 有多少人这样问过自己 有多少人和自己的朋友这样说过 包括我在内 又有多少人问过自己 痛下决心之后 又特别不要连 都在寻找下一场自己心仪的比赛 关于这一点 大多数跑者都是不讲信用的人 这一点 我们不一样 第三不一样 超于常人的走路自信 中年游泥 伴随的不仅仅是男性 女性也同样有一部分人 位列其中 很多人由于军发锻炼 大富翩翩 状态隆重 可是看看这些跑步的人吧 年过不惑依然阳光十足 年过天命依然步履如飞 年过花甲依然健步击行 行入邦 跑如狂蜂 这就是跑步的人 这一点 我们不一样 第四不一样 超于常人的年轻心态练游新生 积极的跑者会有向上的心态 向上的心态促成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年轻的心养成年轻的面容 所以 往往我们看到大多数跑者与自己的实际年龄反差很大 表象给人的感觉 也都是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 年轻的心态给了跑者年轻的脸床 这一点 我们不一样 第五不一样 超于常人的严格自律 如果不自律 每个跑者不可能下练三福 东练三九 即使是凌晨四 五点钟 顶岩寒暂酷暑 每个跑者都会义无反顾的起床去奔跑 即便是出差 不论到城市还是到乡村 不论是到盆地还是上高原 跑者的行囊中 总会带着跑鞋和跑步装备 正是这种思绿才造就跑者的任性 正是这种思绿才给了跑者自信 正是这种思绿才让每个跑者拥有年轻的心态 正是这种思绿才助就了一个又一个真正的跑者 这一点 我们不一样 五大不一样 跑者门中的几枪